我告诉你 犯了错误就要接受惩罚 还要继续吗 喂 许律师啊 工作顺利吗 还算顺利吧 我认为啊 上庭是律师的工作 但是不让当事人走上法庭 是我们律师的使命 今天我就很荣幸 避免了一大帮老年当事人走上法庭 看来今天收获不小呀 你上次说得很对 我一心不向好 但是今天不一样 我想快乐 但是又快乐不起来 你说怎么办呢 在哪儿 你这运动够冷门的呀 会打吗 我原来可是中学生运动冠军 一分钟上手 我打球没有规则 只要你能够打到球就行了 巧了 我就喜欢没有规则 准备好了 好了 好 红的 要是真的呀 不是你会打 我大意了 回来 回来 回来呀 董事 你 不行不行 我觉得你应该给我点时间 试一下 不然我一晚上光点就针鸠头了嘛 世界上没有哪件事情 是等人去准备的 暴风雨来了 就接受停车 你没事吧 我不是故意的 我刚满脑子想的就是迎接挑战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刚满脑子想的就是迎接挑战了 站那么远干嘛 怕我再打你啊 唐 真疼啊 你说呢 我不都让你打一下了吗 你就不能开心点 你不是说让我对你态度滑点吗 我不能可打你高兴吧 没事 打我能开心 那我其实也是值得 这 这 对不起啊 胆子挺大呀 我刚刚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那是随便的 不是不是 绝对不是随便的 我是故意的 到底是故意的还是随便的 告诉你 犯了错误就要接受惩罚 好 还要继续吗 好 已经很晚了 要不要跟你叫个车 我 我 我自己来吧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额头的伤没事吧 没事 你怎么也受伤了 我刚才看到宋律师脸上有那么大一块 跟她那个蠢药简直绝配 师傅 来 帮你给我一下受认证 小姐姐 你要去几楼 和你们一样 下次能不能换个酒店啊 我到老远过来 每次都是这儿 那个床巨印 我 嗯 准备啊 啊啊 这 这么巧啊 这么快啊 不 刚才招呼也不打一个 我这是应该遵循你的命令 绝不透露咱俩关系 很好 是啊 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不要干扰你的生活节奏 怎么样 刚才表现还不错吧 憋了我一路了 都没敢真理看 床很硬吧 嗯 看起来宋律师的生活 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呢 你说过的吧 成年人要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刚才那位是 噓 徐律师 你这就有点双标了 合着我对你的生活不能打转节奏 你还得对我的生活 犹如指掌啊 好 饭 你的自由 嗯 嗯 宋律师开心就好了 嗯 二舅 我正找你呢 这位是 同事 二舅 明天我想换个酒店 刚刚我看了下协程直播间 看见了这家 位置好 服务好 还有优惠呢 你看看 挺好的 那我赶紧让我妈给我订上 喂 妈 二舅 二舅 那什么外甥女 来一扛 偷照回家 还要汇报吗 二舅啊 二舅 厉害